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说,自己是不会说话的人,无需多言,作品会替你说话。 热烈首映礼上,活动现场接近尾声,大鹏让王一博说接数语,没想到这让王一博挺意外,很真挚地说了一句,让不会说话的自己做接数语有点难。 在娱乐世界的繁华喧嚣中,有一种人以其沉稳,实干的个性独树一致,他就是新一代演员,王一博。 尽管他很少在公众场合大谈特谈自己的想法和成就,但他的行动和作品会替他说话。 即使面对外界的赞誉和诋毁,王一博始终保持沉默。 他不会过多解释自己的行为,也不会争论和辩解。 他深知,真正的实力不是靠嘴说出来的,而是通过努力和成绩证明的。 王一博不说闲话,不说酸话,不说怪话,不说吹牛话,不说炫耀话,他只是去做,咬着牙,拼着命,去努力,然后把成绩,把结果捧到我们面前。 GQ十周年中,给王一博下的评语就是,只做不说。 而王一博打动人的特质之一就是这种浓墨重彩的做,莫轻描淡写的说的性格。 新疆棉事件中,一枪孤勇,割舍掉耐克的果决。 不声不响,却出现在赈灾现场,摔车之后,让粉丝不要替他去说去骂,很好承担了责任跟引导粉丝。 贝斯声报假警后,说喜欢我的人和讨厌我的人都要遵纪手法。 王一博在红的时候不轻狂,他可以身着滑服在舞台上璀璨闪耀,也可以沉默着汤过肮脏的洪水。 他在街舞节目中出圈,既能够言简意该地表达观点,又能够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想法。 他对于选手的表现给出了明确的理由,并且用精妙的点评打动了选手,折服了观众。 在采访中,他态度坦诚真实,毫不掩饰,真诚而真挚。 他说话简洁明了,没有过多的华丽词早,却勾矩在里,坦荡眷勇。 他既不过分吹嘘自我,也不过分谦卑。 工作中,他始终低调谦逊,始终坚持不懈,始终拼命学习,超越自己。 他对梦想的不懈追求,认真的态度,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打动了很多人。 于是我们看到,成尔导演再度合作人鱼,冰与火导演又邀请他出演理想照耀中国,让人欣慰的是,在去河南救灾的时候,长空的玄角导演见到了他。 而现在即将上映的热烈,也是大鹏询问街舞圈大神后,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推荐。 我相信爱出者必定爱反,服王者必定服来。 这句话虽简短,却深刻而贴切。 我们之间的默契无需多言,只需心领神会。 只注重行动不言语。 他们如雄鹰展翅高飞,在天高地阔之间征服世界,即使在遥远的山路上也能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。 期待这样的男子默默努力,不断沉淀,终会绽放出令人惊艳的光芒。 热烈的不是青春,而是我们,这个火热的夏天,有王一博的街舞是一种快乐,有他的电影,是一份酷暑的清凉让我们一起去看热烈吧。 一直知道黄博老师跳舞跳得好,但是又一直没机会能看到,这次在电影热烈里终于看到了黄博老师的舞姿。 他饰演的街舞教练丁丁雷在最后斗舞的时候一出场,台风就相当稳,让我不得不感叹一句,果然适合舞台的人不管在哪个舞台上都能发光。 黄博老师这个年龄还能在电影里跳街舞,秀技巧并且完成高难度动作,真心觉得超级厉害,给黄博老师的点赞。 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怀揣梦想,也都想象过有一天梦想成真,梦想是我们前进的动力,实现梦想固然开心,但追逐梦想的过程也值得我们骄傲,因为不顾一切努力过。 把青春用在热爱的事情上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,能跟热爱的是耳科一辈子,很热烈很得进耳。 王一博既擅长街舞又热爱街舞,在电影里默默练习的身影让人心疼,但有付出就有回报,影片最终街舞Battle的时候超级燃,超级好看。 而王一博在本篇中的表演也很自然,有可圈可点的地方。 电影总体感觉真的很燃,很值得去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。 电影充满了青春热血的气息。 电影开头和结尾部分的街舞表演看得我眼花缭乱,连连叫绝。 以王一博为主的演员们跳的花样跌出,电影的主题还是一部励志剧。 王一博主演的陈硕作为平凡的小人物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,下功夫练习街舞,最终取得了成功,成为了全国街舞大赛的冠军。 他抱着应聘时的理念,一直努力就会成功。 他是这么做的。 同时陈硕还是一位孝子,打零工帮助家庭还债。 大鹏导演的这部作品延续了他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拍摄的特点。 电影情节紧凑,叙事清楚,运用了多种叙述手法。 演员表演卖力,王一博的演技又有提高, 特别是街舞的段落看得人津津有味,绝对值回票价。 电影既有欢笑的场景,也有让人感动落泪的段落。 当陈硕为代表的惊叹号街舞团夺得全国大赛冠军的时候, 全场抱以热烈掌声,可见观众真正融入到了剧情里。 总之电影不错,作为他的粉丝,羡慕他的优秀欣赏他的人格, 希望他保持初心越走越好,平安喜乐, 而我也会告诉自己,要和王一博一样,把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, 虽然他是只能看着的那颗星星,可我也要有属于自己的光芒。 王一博值得,从长相到性格到人品到气质到谈吐, 没有一处不吸引人。 非常非常非常无数个非常喜欢他, 是放在心肩肩上疼爱的那种喜欢。 会坚定不移地一直一直陪他走下去, 无惧任何风雨。 只因为他是无与伦比, 无可替代的王一博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